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太太陳佩琪 陷入開人頭公司的爭議 還被踢爆有白銀的金主 陪同去看上億元的豪宅 而對此他本人最新發文回應 坦承最近3到4個月 確實有去看1.2億元的房子 但是呢 是打算用兩棟旧房子 來換一間新屋 他也不是有金主代看的這件事情 那麼今天一大早 柯文哲家門前 更有團體前來噴氣搶俠 獨派團體一早就在 柯文哲家門前 馬路噴上大大紅旗 怒嗆一家人都是賊 引進到柯主席下樓 更衝上前叫囂 柯文哲和太太陳佩琪 大早一樣一起出門 但這回卻沒讓太太先上車 難道是不開心 佩琪連輸又發文了嗎 外界齊怎麼會去看1.2億的豪宅 陳佩琪不僅人頭公司爭議 更被爆料有金主陪同 積極物色上億元豪宅 迎來質疑夫妻兩人的財產申報 存款加上投資只有2600萬 哪裡來的錢買豪宅 對此陳佩琪坦言 最近三四個月有去看房子 也有去看過辦公室 都是沿著黨部的地段在看 當下是房子擁有人出來接待 他是不是建商我不知道 也的確看過 名嘴口中1.2億的房子 但是是要用現在的居住地 和兒子沒電梯的40年舊公寓 進行換屋計劃 也不記得建案名稱 印象中只有中介陪同 沒有任何大老闆或者金主 居住正義看房上億 剛選完沒多久 然後又有帳戶遺允這樣子的一個風波 7200萬的自備款 哪來的這麼多的現金流 每個人的人生規劃 這個外界恐怕也無法置會 那現在的房子本來房價都很高 所以隨便看可能就要上千萬 從幫兒子買婚房又改口是規劃很久的換屋計劃 甚至在房仲群組裡瘋傳 陳佩琪總共看了三戶豪宅 停車格就要上千萬 只是豪宅對比柯P過去營造的沒錢形象 引發藍綠攻擊 也讓家屋市成了政治戰場 接著到黎明州台北三方報道